回來新聞時間 荃灣一個正在賣的工廠項目 有地產代理聲稱是家居辦公室 可以當作住宅去住 地產代理監管局說收到一宗有關的地產代理銷售投訴 有律師說發展商沒有違規 不過買家如果搬入住的話 就要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由香港興業發展的荃灣Densix 正興建20層高的工業大廈 售樓書列明大廈是工業用途 每層分間成多個約400平方呎的單位 有14呎高樓底獨立洗手間 大廈附近有休憩設施 發展商6月以樓花形式發售 賣200萬到500萬不等 比同區海景辦公室的赤價貴近兩成 由區內物業代理聲稱 這類單位是家居辦公室 如果用來住 一日政府不巡查都未必有問題 地產代理工業大廈 有寫字樓、車房和放倉等等 不時都有些重型火車出入 地產代理工業大廈 監管局說 若代理向客戶提供錯誤或具誤導性資料 可能違反操守守則 已接獲一宗涉及這個樓盤的銷售投訴 發展商香港興業回應說 已向代理及在推廣資料中 清楚交代這裏是一座工業樓宇 有律師說發展商依觸法例賣工業樓並無違法 但買家居住在工業單位裏隨時被釘契 又或者入職可以選擇分開來賣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在發展商的角度來講 根本是走正法律的框架裏去賣 而至於買家想著 既然你這樣設計 我就可以用了其他用途的話 其實首當其衝 應由買家自己會負責所有責任 土地監察主席李永達認為 現在無法例防止工廈變住宅 他說如果政府不堵塞漏洞 這類民業會越來越多 無線電視記者 南海映報道